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五间总结 首先和大家看看中港两地股市的中午收市表现 上证指数得开1点之后就回稳 早段升幅收窄 不过半日就接近持平收市 卖2,906点 而深正城市半日就收报8,954点 升11点 湖深300指数 报3643点 升2点 而创业版指数 报1486点 升不足1点 香港故事方面 恒指半日就收报27,066点 跌48点 国际指数 升12点 报10,462点 大股成交今天半日就是424亿元左右 然后也请来Michelle 陶弟跟进下市况 Michelle 你好 你好 今早内地公布了5月的官方制序 PMI 看到跌穿了乘水分界线 牵測市场预期 可能因为这样 看到恒指今早一度落到27,000楼下 半日就站稳一点 守得住27,000楼下 但下星期内地公布财新 PMI 会否再为市场带来一些震荡 27,000楼可守得多久呢 其实我想就算对那个财新 PMI 大家会有一个预期 但是我觉得不会真的说 跟那个官方的 PMI 目前来说出来的结果 会有什么比较大的分别 因为始终你那个财新 PMI 统计的口径是比较大一点 而今次也就是涉及更加多的 一些中小企业 而今次你看到 在官方的这份 PMI 里面 其实中小企业做到那个程度 大家其实都已经是在50楼下 相对来说做得比较差一点 所以我就现在这样觉得 其实你就算出来出来 新 PMI 出来 其实对于整个经济的那个展望 或者目前来说 判断不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改善 目前来说看到今次的 PMI 数字 49.4 的确差过预期49.9 最主要都是由一些新订单 人质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跌幅 如果你真的只看这个新出口订单这一项 现在是大幅回落至大概46.5 这个数字 一来是在一个收缩的区间里面 跌落了50 二来是说如果你不看 不略今年2月份的数据 因为一些新年的因素 令到那个出口订单 可能会减少了的情况之下 不看这个数 其实46.5这个数 是大概2015年11月以来 是一个最低的一个情况 当然也是低过去年 就是大家刚刚开始说 就是担心贸易战的那个因素 开始的时候 那时候6.6这个数字 是比那时候更加低了 可以说现在目前来说 大家对于那个贸易的 那个贸易战为关系 或者说对于一些 企业的新出口订单的那个预期 其实是比去年 最差的那个情况的时候 都还要再差一点 其实现在对于市的看法 也是有一个相吻合的情况 就是说到 其实大家现在都觉得 去到6月底的时候 双方都难些 真的就着贸易的一些核心的问题 又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进展出来 所以都预期你说 那个贸易战或者关税 这些情况 很难在短线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善 而这个关税战 甚至是之前大家 会担着科技战 和货币战争 这个有机会成为今年整年都会持续困扰股市的一个最大的因素 只是说大家在不断地看到经济受损 就是双方可能都是有一定的 对于整个GDP有影响的时候 慢慢才是反映着 那么双方再慢慢意识到一些问题 才是可能一边是在承受经济受损之痛 另外一方面才去想一下 双方道德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方面是有机会可以合作 刺激到经济在这 而再看回今天公布出来的一堆数据 其实都看到经济受损的情况 都已经慢慢在这 再逐漸体现出来 特别是说 因为目前来说 那个企业的在手订单亦都是少了 而库存亦都是缩了 其实都反映了 其实企业有机会是 一来是对于经济前景不是那么好 不够胆去扩张自己的一个经济活动 所以这一段时间又因为 大家对于经济预期都差了 情况之下 居民的消费也都可能是没有预期当中那么好 令到库存其实都是上一步下降 大过下降的幅度又开始减少 这个情况出现了 而一些工业企业的利润方面 也都是 譬如说你看1至4月 都已经下降了3.4 而目前来说 见到现在最新的数据显示 你过原材的扣证价格 都还是有一个继续上升的情况 但是企业的出厂的价格 反而是计算3月4月重新上50之后 再一次又去到50以下 那些制造业企业的利润 都还要持续收缩的情况之下 都预期整个经济 特别是一些企业的利润 仍然会有一个降幅 继续进一步扩大的一个情况出现 所以其实 但是问题就是 现在经济开始转差了 但是又叠加了 你说对于国贸易战的预期 有一个升温的情况 大家可能会憧憬内地的逆周期的政策出来 譬如在之前的一些节目当中也分享过 觉得 头半年的时候 内地中央方面 将逆周期的政策重点 就放在一些 例如说 税改 或者是 撤击内地房地产这方面的政策上 而如果你说 之后 经济开始转差了 甚至因为关税的问题 令到整个物价成本上升 令到之前的一个税改的那些因素 慢慢开始offset 未必还有一个很明显的效用的时候 亦都不排除 你说 会将那个政策的刺激重点 放在一些基建上 所以由这个角度来看 我觉得短线的事 可能会冲景回内地的一些 逆周期的一些政策出台 而令到就算在一个经济 看到数据这么差的情况之下 向下的那个幅度 未必你说这一两天就会很大 但是问题就是 你如果看放长一点 看回整个六月份的情况 或者说说 看回特别是六月一号的关税开始实施 大家开始憧憬 六月底双方见面的情况 整个月这样去展望的情况之下 对于现在恒指 那向下的幅度来说 我觉得仍是有在 也不是说已经是完全跌到尽 特别是说 今天其实阿佑 刚才也提过 其实一度都已经穿了27,000这个关口 所以其实这个关口 我觉得暂时说 在技术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持位 例如说 看今天下午的一个表现 如果你说27,000这个关口 其实还是要失手的 再叠加上目前的一个这么差的经济状况 就算你出台一些逆周期的政策来说 可能都只可以托到市一两天 而之后我不排除市 你说真的要穿了27,000这些重要支持的时候 是有机会再向下收条 要补回大概1月9日的这个下降 这个上升裂口 大概只是26,000大关 这些位置 好 接着想和Michelle说一下本地地产股 看到今天走势都弱一些 虽然介绑联储副主席 就是为了减息开了绿灯 市场对今年的美国减息的预期都有升到1 但今天本地地产股就没有什么反应 甚至要跑输大市 是不是投资者或者市场 对本地楼市的前景看法都不太乐观呢 其实没错 如果你说真的美国要减息的时候 本地的一些高息的股份自然而言 它的吸引力是会上升的 本地地产股一定是在此之列 但是说现在目前大家对于联储局 2019年那个减息的预期升温 对于香港楼市的成交的促进的作用 我就觉得不会特别大 始终你说除了刚才说到的息率的问题之外 你说美国的那个减息一样东西 最主要可能大家都会看回对于香港银行的那个 掌位利率那个P的那个抑动会有多少 但是在之前的整个美国的一个加息周期里面 香港到很后期的时候才去加了0.125里 而这一样东西其实都反映着 其实香港银行业的那个P 在无论外围的一个息率的波动的情况下 其实相对都维持了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政策在 那现在美国的那个加息周期可能是进入要尾声 有机会你说在今年年底的时候 第一次出现一个减息的情况 就开始进入这个减息的周期 这个时候你说香港银行业去贸言 跟着要减回P的可能性 我觉得就不是很大 因为其实之前你加的时候 都不是真的说跟得足加得足的 所以你说这一样东西 就是P都仍是维持在现在 譬如说汇丰5.25这些位置 其实很难你说真的可以刺激到整个 楼市的一个成交 但是这一样东西我觉得 又不是真的说会令到整个市场最担心的一样东西 现在目前来说市场对最担心的楼市 是说如果你说万一真的经济转差的时候 对于香港楼市的那个成交会有多大呢 会不会有一个向下的一个 或者说很大的一个回调的一个幅度 但最近看到一些大行的一些报告 包括金管局其实都出了一些 其实对于整个香港经济的一些调查去说 就是说香港经济其实是一个 相对比较高息的环境当中 也就是说就算美国进入了一个减息的周期 而香港也是维持那个色略不变的情况之下 其实香港的经济或者说 那个楼市的抗跌力都还是比较大的 特别指出了一个现象就是说 从2009年以来香港的楼价上升的那个幅度 就是2.4个因子那么多 就是你可以这样说 香港楼价上升的幅度 其实是大幅大于居民负债的一个增长的一个速度 但是这个现象在90年代的香港楼市是相反的 就是说90年代的时候 香港的居民负债增长是快过香港楼价上升的 之所以出现这个调转的原因 其实是说90年代 香港平均的家庭做的一个按揭乘数 大概六成左右 而去到目前平均的按揭乘数 做到五成 再加上居民收入的增长 目前居民供款和收入的比率 是当年的一半 所以分析了这两个原因之后 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 就算目前来说 那个息怒为时不变 相对还是一个比较高息的位置 香港的居民或者整个经济 都还是有机会可以 应对目前这个经济下行的一个情况 再加上目前来说 香港政府的财政赤字的状况 对比90年代 其实相对来说 是一个非常充裕的目前的情况 就算今宅真的要进一步下行 对于默契战 对于香港的打击有很大的时候 其实香港政府还是有很大的一个空间 可以去扩大财赤支持的经济 令到它不会受到一个太大的影响 再加上其实大家都对于一个很基本的概念 就是说香港的土地供应有限 就算你说真的要很大的一个调整也好 怎样都会有一个泡在 而目前来说 看到一些二手的楼价 其实都还没真的开始见到一个回落 而二手楼价仍在一个不断的上升 很冲顶的阶段 所以目前来说 由楼价方面去看回地产股的走势 也都不觉得其实是会有一个很大的 一个调整的空间 所以其实如果你说在整个市况都不明朗 特别是见到美国有机会减息的情况之下 选择一些相对比较高息 或者说是现在见到本身那个折扬 AV对股价的折扬是比较大的股份 在现在这个市况当中 的确是会有一个抗跌力在 所以你说就算本地地产股 你见到今天 或者是未来的跌幅 可能会扩大 都不失为是一个卖入的好时机 而选股方面 其实我觉得是可以选择一些 目前来说的折扬已经去到六成楼上 或者说它的息率可能有四厘楼上的 这些股份 其实都值得去考虑 好 谢谢Michelle你的解说 和你谈到先 这里先 都和你申报一下 刚才我们提过股份有没有持有 没有持有的 好 谢谢 我们现在进一会 稍后回来还会有其他的直播环节 稍后再见